楼大战影响国际航域 连台湾也发生进口鲑鱼之论 进口量瑞典有连锁餐厅 甚至暂时停卖鲑鱼产品 未来半年一年 百姓是不是会吃不到鲑鱼 鲑鱼没办法进来的话 我们还有很多的国产的石斑鱼 五花鱼 台湾雕 跟我们施木鱼 欢迎大家使用 台湾跟着美国喊制裁俄罗斯 但台湾从俄罗斯进口能源 天然气占10% 燃煤占16.6% 台湾却占俄罗斯出口 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蓝军筒批政府狂喊制裁 最后根本整死自己 这个叫沙迪以前自损八百 因为喊制裁 他现在会被反制裁 那些中文其实就受到这样的 俄罗斯的可能占10% 或者甚至20% 那这个营业额你怎么去补控 俄战火引爆将近两周 有专家分析 泽伦斯基硬要加入北约 还说要重新勇合 才会酿这次大祸 原本他可能有个大规模的扩军计划 再加上他可能要重新拥抱核子武力 可能让普丁觉得 以后再也没有办法 用武力来动客 或威嚇无客来 他才平和走线 俄乌战争还看不到镜头 执政者的一面之间 或一个错误决定 代价恐怕是无数的宝贵性命 这张正名离璇 AZM小组台北报导 好 周天推荐大家这台旺旺的 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三分钟哦 它就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神 你只要一瓶的电解液 可以生成两百公升的水神 要去哪里买呢 上快点购的网站 就可以买到了